如果你是橫皮的小學家 這裡不歡迎你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雜南俱樂部 為什麼這裡有一箱這樣的東西呢 因為話說我們以後花錢 因為話說有好幾條片 我們的Vlog有很多很多觀眾講明 而我們開機拿得震 我們年老二十多歲又拍金順 我們其實有很多動動 所以就有很多震位 各位觀眾就很不滿意 沒有質素啊 沒有質素了 又說我們低質 我們就進去 沒錯 多少錢我忘記了 我們$3,100買回來 都$3,000 然後它是什麼呢 就是智雲的Krampus 它有幾代的 我們之前本來打算拍Vlog 我們買M算了吧 M比較小 然後又適合我們的模範 但是它已經停產了 智雲這個混蛋已經停產了 我們又買一支武廠的東西 又拍金順 不是這個我們拍金順都不要緊 對 但是都是三軸防震 對它是三軸防震的 這一支呢 可能有些觀眾還未知道是什麼 其實它是一個三軸防震 你只要放了相機上去 你調教得好 它是電子幫你防震的 所以我們馬上開 它的內籠是怎樣的 大家看看 它已經是有一個很貼身的 它為了保護裡面的三軸防震 特地做了一個類似Panikon 它是一個行李箱 我們馬上看看裡面有什麼 Let's go 好 大家都看到了 智雲 立刻開給大家看 它的內籠就是這樣 介紹主角之前 先介紹一些配件的東西 說明書 男人不看說明書 然後介紹一下這個 這個是防線的貼紙 貼在手頂上 也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東西 開始介紹零件 它會送一支三腳架 那三腳架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當你不用 或者要CAL東西 或者你要放下停在這裡 拍一些定梳的時候 它就可以直接安裝在這個三腳架上面 非常之方便 也都很穩陣的 大家看到 這個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就是鏡托 當你的鏡比較重的時候 你需要一個承托 如果不是 對你的相機是很大負荷的 好 那大家看到 它附送了三條Cable 這一條就是USB的Cable 這一條就是Sony的Cable 這一條就是Panasonic的Cable 這一條就是Panasonic的Cable 這三條Cable有什麼用呢 這兩條Cable 我先介紹這兩條Cable 這兩條Cable 這兩條Cable就是插在相機上的 就是三軸防震插在相機上的 為什麼插在相機上呢 就是因為它可以用三軸防震去插機 去做其他東西 這裡 原廠的電 然後 附送這個充電器 這個充電器很特別 這裡大家看到 是充電話 充Android的梯形線 很簡單 只要你家裡有一條Android線 就插進去 充電 就是這麼簡單 最最最最最最主角的三軸防震 當然要介紹一下 是不是先 首先介紹它這一塊東西 這一塊東西 純粹是放電芯 就是放剛剛我們介紹的電芯 之後呢 拿我們的主角出來 就是它了 放了電芯 之後呢 就放進去 那當然 這裡呢 看到有兩個銀環 這兩個銀環是感應環來的 只要其中一個鬆了 它都會馬上動不來的 這個呢 就要好好留意 之後呢 我們就介紹 我們的三軸防震 這裡呢 有雲台 就讓你放相機 它還附送了兩個螺絲位 當你放了一部相機上去 就在這個屁股位 裝上去 好 然後這裡呢 又有一個remote 這裡呢 有一個蘑菇位 蘑菇位 都簡單啦 就是給你Pan Up Pan Down 左右 就是這樣 然後呢 這裡有個按鈕 寫著Mode Mode是什麼呢 這個三軸防震有三個Mode 這裡呢 你插了線之後呢 就可以roll機 還有這個也是三軸防震的開關 然後所有配件的東西呢 就介紹得七七八八了 然後有些觀眾就問我 那究竟怎樣用呢 怎樣用呢 那其實呢 很多很多很多YouTube影片呢 都有教學的了 其實只不過 上YouTube看教學就行了 我們這一邊呢 就不做教學給大家看了 因為我們這一邊是一些 比較 純粹是想解決了這個問題 也都想讓大家知道 我們買了這個東西而已 所以 我們立刻 看效果啦 有一點點 就要我打算 你打算 一起動 我應該會看 不要緊 會嗎 好 那麼 你 其實 就不知道 好,剛剛看完散索,大家不知道滿不滿意呢? 我就覺得那些索就非常之美的 你看到她的肉赤樣子嗎? 她要三千多元 這次的開箱就是高一段落 不知道大家喜歡嗎? 喜歡就在下方按LIKE 好,今天就這麼多 下次再跟大家見面,BYE BYE 好,今天就好,今天就好